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又宁的资源真的是让人羡慕了 但是这么多好资源这么多高水准的团队 还有这么多要流量有流量要实力有实力的合作演员 杨又宁的表现却没能让网友满意 其实在综艺《花儿与少年》中杨又宁超级圈烦 运动实相权能性格积极充满幽默感 有他在的地方总是会很开心 那时候的杨又宁真的是男朋友典范 可是为何在戏中演起男朋友时却草点满满呢 早在《都挺好报复》时 杨又宁的角色就遭受过观众的吐槽 那时他的角色是女主姚晨的男友 现在又分别和刘诗诗张子怡演艺情侣 剧中《桃花韵》简直了这样的角色 对苏感的要求比较高 男生苏感强就能够让观众好好喝 可是从网友的反馈来看 很多人都觉得杨又宁的气质越加油腻了 演技实在也没有特别可取之处 颜值虽然不错 但还没有帅到忽视演技的水平 总之是各种不讨好 综艺圈本展现出的是杨又宁本人的性格 但是在电视剧里观众 看到的是他所演的那个角色 终极原因应该还是出在演技上 无论是都挺好 流经岁月还是上阳铺 杨又宁走的都是帅哥家 痴情人路线 但现在回想起来 其表演的重合性很高 仿佛是同一个人 每一部戏都出现 却都是一样的演技 难怪观众会看页 有些网友感到很可惜 他们建议杨又宁 在接剧本的时候 可以多思考一下 找到适合自己的剧本 不能再消耗自己的人气与资源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